欢迎收看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球的速度和爆发力还算不上顶级 这样的体型在NBA联赛中有些过于苗条 能否适应NBA比赛的强度和对抗性还是一个未知数 身材偏瘦还是小事 在高中时期的三球已得分能力著称 但是在低水平的澳洲NBL联赛中 虽然三球场均可以贡献17分 7.5篮板 7助攻1.7抢赚的全面数据 但是投篮命中率只有37% 当年引以为傲的三分命中率更是低至25% 很难想象在防守更强的NBA中 三球会交出什么样命中率的成绩单 特别是在视讯阶段中 三球糟糕的投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在他身为顶级球员老爹的培养下 他的投篮动作和球哥一样怪异 看看现在的球哥 基本上就能想象出未来的三球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相比于他那个投篮不准 还能依靠组织和防守立足联盟的大哥来说 三球的防守并不好 组织能力也要逊色一些 如果说三球具备了成为球星的可能性 那他成为水获的可能性 其实还要更高一些 第二个有可能水掉的球员就是爱德华兹 作为状元来说 爱德华兹的对抗性和力量 早已达到了NBA级别的水准 天赋方面更是没得说 甚至于身体天赋 可能超过了联盟95%以上的球员 但是呢 爱德华兹是标准的核心打法 不怎么会打无球 而且投篮选择方面极差 这也是为什么在NCA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40%的原因 还喜欢在比赛中意气勇士 同时阅读比赛和处理球的能力也非常一般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爱德华兹的职业态度令人怀疑 特别是在防守端当他认真时 的确能够达到精英级别的防守 但是大多是情况下 对手一步就可以突破他的防守 当然为什么他会成为水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森林郎球队氛围 本来就十分懒散 球胜欲不高 这对于本身就很懒散的爱德华兹来说 可谓是臭味相投 而且这支球队中拥有着拉塞尔和唐斯两大核心 哪还有球权让他在比赛中随意发挥 说不定本就对篮球缺乏热情 对胜利缺乏渴望的爱德华兹 在森林郎直接失去打球的欲望 而最不可能成为水货的就是怀斯曼 这点勇士球迷可以放心了 毕竟在本届选秀球员中 不管是身体素质运动能力还是自身天赋 怀斯曼都是内线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即便他成为不了巨星 但是凭借2米16的身高 出色的地盏 极强的运动能力 扎实的基本功和出色情商 只要肯努力 再加上勇士队出色的球队氛围 入选全明星还是没有问题的 即便步行也能成为顶级的防守型内线 更何况现阶段勇士队内线缺乏身高 怀斯曼加盟之后一定会被球队重点培养 那大家认为三人中 谁最有可能成为水货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